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新曲3D回归的庞谈穹谷 在新曲MV公开不到一天 就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地区的iTunes拿下一位 不到15个钟头就突破1000万观看 在美国英国的YouTube登上发售一位等 G7之后再次获得了超高人气 但是在新曲发表的同时 网上出现了私生偷拍穹谷家内 穹谷在家抱着一个女生的谣言 很多网友们也发私信给我 想要知道韩网的反应 首先,我的反应是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在偷拍的影片中 一个男生从背后抱着一个女生 家里还有一只狗狗 客厅的样子跟穹谷家很像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穹谷 详细的偷拍影片在微博或者是推特上都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这个谣言 目前在韩网还没有说很燃烧 韩国最大饭圈论坛之一的特库也没有人在投论 首先,相信这个影片的人表示 沙发、对讲机、男子发型、狗狗 这一切都跟穹谷很相似 所以一定是穹谷 而觉得这是造假的网友们提出了五个疑点 第一,窗户的构造不一样 这栋楼的窗户构造是这个样子 只有这边的小窗户可以打开 所以不能像影片一样两边都打开 然后就算打开了也不会出现影片中的这个样子 第二,沙发的方向不一样 第三,影片中两个人的脸刻意被抹掉了 第四,根据另外曝光的照片来看的话 影片中的男生头发是直发 有人反驳是刚洗完走 但是有摊访过的人应该知道 刚洗完头,卷发会更卷的 第五,常常被私生骚扰 所以在家都会把窗帘拉起来的穷骨 偏偏在有女生来到家里的时候打开了窗帘 然后也有一位在影片制作公司工作的网友 上传自己的资格证后也提出了几项疑点 这影片故意调整了女性的脸部特征 让大家无法识别 女性是普通人,抹掉是应该的 但男性的脸部也是被过度调整 几乎无法辨识 如果是要爆料的话 应该是要后制成更明显 而不是让大家都不能识别吧 从影片中的暂停场景以及其他机箱可以看出 这是播放者偷拍影片后 再次使用iPhone 12,13 Pro进行了拍摄 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想要隐藏阵律和解析度等信息 避免暴露拍摄所使用的设备 进而隐藏自导自演的证据 此外可以看出整个影片的节奏很不稳定 颜色一直在变化 起初我以为是打开了清景灯 但窗帘的颜色受到了太大的影响 就算窗帘使用了非常薄的明亮颜色的材料 并且就在窗帘前放了清景灯 但在远处的门也受到了很大的光的影响 要想在这么远的地方实现如此极度的变化 灯光必须非常强烈 但在家中使用的照明设备并不具备这种特性 因此我认为颜色是故意调整的 之所以这样杂乱的调整 可能是为了避免窗帘颜色等因素 成为反驳的证据 因为有一些网友们留言说 他是阿米所以在护航 因此这位网友也上传了自己是别家粉丝的证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拿着造假影片在说什么什么一样 笑死人了 这么多人在反驳 如果我是私生的话 会气得爆料脸部清晰的影片 但没有啊 用什么拍的话脸会变纳夫德行呢 韩国所属公司不要只提告韩国人 外国人也提告吧 是穷古在家直播那么多次的错 这么细致的自导自演真的太恐怖了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么多也太好笑了 不是粉丝所以本来不知道 原来是穷古回归了 虽然说现在穷古真的是最高人气 但在韩国不论去哪里都会被各种私生跟踪 去美国就有狗仔拍他 即使去便利店或KTV 也会被监视器拍摄 真的连呼吸都不能顺畅 如果是我早就可能得精神病了 最近手机都能清洗的拍到月亮了 但影片中的人脸也太模糊了吧 又不是尼斯湖的怪物 然后就算是真的 这样家里都要被拍到不觉得很可怜吗 又不是走在大街上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真的不是黑粉 其他的可以说是有点奇怪 但是狗狗也是一样的品种 真的不是吗 如果私生为了故意气粉丝们 所以先打马后 过几天再爆料高庆的话怎么办呢 不要再护航了 他完蛋了 所以总结一下粉丝们的反驳就是 如果这里真的是穷古家的话 不是不可能 而是只有一个可能性 一直都关着窗帘的穷古 那一天刚好想要换气 打开窗户后 打开了清景灯 当天刚好换了沙发的位置 刚好只有那一天换成了执法 刚好有女生来到家里的时候 私生饭在100公尺以外的地点 刚好拉进相机的聚焦 很久之前在影片中就说过了 如果旁谈成员们真的有心爱的女友了 我一定会祝福他们 不是因为我是男生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所以只要不是犯法什么的 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而幸福的话 我就会支持他们 然后如果这不是自导自演的话 能这样偷拍一个人的家内 脑子已经是很不正常了 竟然还在网上曝光 真的是不要脸到家了 所以对于这个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没有这样说 人生达一样 男生跟女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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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女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